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米 這次要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久違的淘寶戰利品穿搭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沒有發淘寶嘛 主要是因為前陣子換季 然後加上春天到夏天其實現在沒有太大的區別 所以我就想說 我累積到現在終於挑滿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單品們 所以今天東西非常多 總共會有16樣 那今天分享的形式呢 我會是用一套一套穿搭 就是以這次的戰利品為主 然後會搭配一些我自己的衣服配件 除了分享衣服之外 也會跟大家分享說要怎麼樣去做搭配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第一件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件T-Shirt 那T-Shirt算是夏天上半身最白搭的單品 那如果你的衣櫃裡已經有這種比較基本的圓領啊 或是V領的上衣之外 今年不妨去找這種就是比較有一點變化小巧思設計的 譬如說有一些挖洞的啊 或者是這種綁帶的 像這件的特色就是它這邊有一個繩子 那你脖子是從這邊穿過去 然後你就可以微微的露出你的鎖骨跟半邊的肩膀 那你在穿起來的時候就會跟一般比較素的T-Shirt又有一點區別 然後也多了一點點小小的女人味 那這件的材質你看得出來它是微微的有一點點透 所以你穿的時候記得要搭白色或者是膚色的內衣 但是它的材質因為它是那種柔軟的棉質 所以穿起來是很軟很舒服的 不過這件在穿的時候要特別的注意就是因為它脖子穿過去的這邊洞比較小 那你在穿的時候會很容易摩擦到你的臉啊 或是什麼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是先穿上去再上妝 這是我覺得自己穿過之後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整體搭配性上呢它是非常的簡單百搭的 再來第二件我要分享的是一件刺繡牛仔褲 就是我手上這一件 那它的丹寧色是屬於比較中間偏淺一點的丹寧 那我會建議大家就是夏天可以以淺色系為主 因為看起來視覺上會比較涼快 然後也比較不會給人家很沉重的感覺 那大家知道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刺繡對吧 那這件呢我挑的就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刺繡是 剛剛好不會太過頭 因為有些刺繡太多的話 你會比較難做搭配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它的細節 它細節的部分呢它是紅色跟白色的花 所以我覺得搭配上因為它有白色系 所以你上半身就是黑白灰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側邊有做簡單的開擦 所以會視覺上稍微有一點點延長你的腿型 那下擺是做有點抽虛的設計 所以說你穿起來它是有一點點A字線條的 比較不會去束縛住你的腿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它這件的尺寸呢 真的還蠻偏小的 像我平常穿大概26271 然後這件呢我看它的尺寸我買到M號 就是屁股這邊是稍微有一點點緊的 所以你們買的時候可能要稍微注意它的尺寸 不要買到太小 再來穿搭的部分呢 我把這件T恤跟這件牛仔褲做一個搭配 那其實T恤牛仔褲是一個非常安全百搭的組合 但是因為藉由上衣的小細節還有褲子一些小刺繡的變化性 所以它看起來是會比較跳脫出基本款的框框的感覺 那我下半身就是搭一個簡單的黑色涼鞋 然後背一個小包包就可以出門了 再來第三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件黑色的上衣 那它是短袖的T恤最大的特色是前面胸前這個綁帶 那材質的部分呢它也是屬於帶有一點點彈性的棉質 所以它穿起來是還蠻柔軟不會雜膚的 那我覺得這一件的特色就是除了這個交叉之外 它的領口其實是做的稍微有一點點寬 所以你穿起來的時候會微微露出你的鎖骨 也會露出比較多胸前這個這一塊面積 不會讓人家感覺視覺太沉重 或者是太悶熱的感覺 那這種短袖的基本T恤其實搭配性 就是也非常高 你簡單搭一個牛仔褲啊 或者是牛仔裙其實就很好看了 第四件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一件雪紡的魚尾裙 那它上面的圖案是有點像是黑色手繪素描的感覺這樣子 那我自己個人還蠻喜歡在淘寶上找一些 比較有小巧思小設計感的單品 因為如果你去一般的店面買 它通常比較有設計感 或者是比較不一樣花紋的單價 通常都會稍微高一點 那在淘寶上就可以用比較可愛的價格去入手 那這件的特色呢 是它的裙擺的地方 它裙擺是做有點不規則的魚尾 不是那種很單調就是只有下擺一圈那種荷葉邊的感覺 它是從大概大腿的地方 就有這種魚尾的設計 然後下擺的裙擺也是不是平行的 是有一點點這樣子倒V字型的感覺 所以穿起來是稍微會修飾你的腿型 那再來呢它是沒有彈性的 它是做背後拉鍊的這個設計 所以你買的時候一定要記得這個腰身一定要確認好 是不是你的腰身 另外呢它雖然是白色的下半身 但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座多一層內襯 所以穿起來其實是不太會走光的 但是我建議大家就是如果你穿淺色下半身的話 最好都也是搭配比較淺色的內褲 或者是安全褲比較保險 那第二套的搭配呢 我就是拿這一件黑色的交叉綁帶 搭配它這件白色的雪紡魚尾裙 那黑白色系的穿搭其實是非常安全 但是因為這一件裙子它是很有特色的 所以說你穿起來不會看起來太過單調 下半身的鞋子我就是搭配簡單的幾皮涼鞋 就可以完成一個比較小清新 然後帶有清爽感的夏日穿搭 接下來第五件單品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一件基本款的雪紡背心 那雪紡背心呢我強烈建議 如果你衣櫃還沒有這樣子的單品的話 務必入手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搭 材質的部分呢它是做雙層雪紡的 所以說你穿起來其實不會到太透 但是還是建議裡面內搭 膚色或者是淺色的內衣 然後肩帶的部分它是做一體成型的 所以是不能調整肩帶 就是前後這樣看起來比較乾淨俐落的感覺 那前面是稍微有一點點深V 但是穿起來是不會走光 就是剛好會在胸上這個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那像這種白色雪紡背心啊 我會建議大家裡面穿的內衣 最好是不要有肩帶 因為你這邊已經有一個細的肩帶 那你太多袋子會看起來這邊很亂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搭配那種 平口的bra T或者是平口的內衣 就是讓它肩膀這邊整個線條是乾淨俐落的 那如果你怕曬的話外面其實簡單加一個花卉的罩衫 其實就很好看 再來第六件呢是一個套裝組合 它是上半身是這種綿麻的西裝外套 然後搭配同色系的短褲這樣子 這件外套呢我第一眼是非常喜歡它這個灰 比較適合夏天有點大象灰的感覺 因為這個顏色配白色我覺得超級好看 就是很清新很清爽的感覺 再來它的材質你近看會發現它是有點這樣十字的紋路 然後比較屬於偏綿麻材質 所以即使你在夏天穿也不會覺得這個材質太過於厚重 那設計的袖長是七分袖 所以你穿的時候其實是會露出你的手腕 那你像戴一些手錶啊飾品 其實是讓你看起來不會太沉重然後太厚重的感覺 再來它是有口袋設計的 所以很方便 那穿起來長度呢我身高160公分 這件西裝外套的長度是可以蓋到我的屁股左右 屁股上面一點點這樣子 另外它同款搭配的短褲呢也是一模一樣的這種淺灰色設計 但是我很喜歡它是做這種彈性的腰身 所以它比較沒有身材上的限制 然後穿起來也會比較舒適 就是不會覺得腰這邊很緊繃 再來它也是做有一點點A字線條的 你在屁股那邊是變得有點寬寬的 你就會顯得你的腿 看起來視覺上會比較細一點點 這邊腰間有做一個簡單的蝴蝶結綁帶 就看起來比較有設計感 第三套的穿當呢我就直接拿這件西裝套裝 配上剛剛的雪紡背心 就是很簡單就可以完成一個夏天的比較知性俐落的組合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穿起來胸前比較單調的話 你也可以搭配簡單的細細的小項鍊啊 或者是帶有一點小墜式的這種去增加你飾品搭配的豐富感 那每天有發現我第二套跟第三套的穿搭都搭了同一雙鞋子 那這雙鞋子也是我這次的戰利品是第七樣單品 那這雙我為什麼會挑這個駝色呢 是因為我在一兩年前已經都有買了黑色白色的涼鞋 但是我看到網站上的時候就覺得 欸這個顏色其實也蠻夏天的 然後搭配性上也會比較多元化一點 那它的設計呢你會看到它是幾皮的材質 但是它不是那種到很毛茸茸的感覺 所以夏天其實也還是可以穿 然後前面是這樣一字帶的形狀 那有些人應該知道就是我有拇指外翻的問題 但是它穿起來是不會磨到我的大拇指的邊緣的 就是穿起來舒適度是還不錯 我有穿過它去參加活動一整天在外面走跳 是沒有腳痛的問題 那它的鞋跟是做這樣粗跟的設計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粗跟的鞋子 因為它有高度但是它又穩 那這個高度大概是六公分左右 就是一個非常安全但是又可以修飾比例的高度 這款鞋子最大的特色其實是它的綁帶 前陣子比較流行的是 從繩子這樣子交叉交叉上來 那如果你不想要那麼凌亂或是線條感太多的話 這雙的特色是你腳穿上去的時候 你直接這樣子扣上去就可以了 那你前面會呈現一個這樣子交叉綁帶的形狀 不過這雙鞋有個缺點是在我收到的時候 它有一些小細節的地方啊 有可能因為運送的過程中有稍微磨損到 但是因為這個磨損的位置 剛好因為交叉綁帶擋住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影響不大 但是你們在收到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稍微檢查一下 接下來第八樣單品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一件雪紡的襯衫 雪紡襯衫呢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收集的一種單品 因為它的好處是你如果是在微涼的季節的話 它可以單穿就是變成薄長袖的設計 又比較不會曬到太陽 那如果你很熱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罩山 就是有點小外套的感覺 那你在冷氣房裡也比較不會因為 可能外面穿背心太過涼快而感冒 然後這件的質感我覺得它做得還不錯 就是雪紡其實你摸起來可以感覺的出來 它的雪紡是比較好的雪紡 或者是比較差的雪紡 那它這件摸起來的質感我覺得是還蠻舒服的 然後也不會就是刺刺很粗糙的感覺 再來它這件最大的特色其實是它的袖子 它做的是有一點燈籠袖的感覺 所以你穿起來的時候會覺得就是稍微有一點垂墜的感覺 會有一點點慵懶然後就比較有一點特色 手腕這邊呢它有做了長長的綁帶 所以你穿的時候會有線條感垂墜的感覺 那我自己是喜歡綁一個蝴蝶結 就是讓它袖口上有一點小小的變化性 那這件呢我就直接拿我衣櫃現有的淺色牛仔長褲來做搭配 那因為我想要稍微有一點點女人味 所以我就搭了同樣是深藍色的肩頭粗跟涼鞋 那如果你想要穿的是比較休閒比較清新的感覺的話 你就可以搭這種厚底的涼鞋 接下來第九件要分享的是 就是一件非常搶眼印花的襯衫式上衣 這件呢算是我一逛到時候 它第一眼就吸引到我眼球目光的單品 因為我個人呢其實除了剛剛那種小碎花之外 我還蠻喜歡有一點點復古造型的這種圖騰感覺 那這件的顏色非常的特別 它是黑色的玫瑰花 然後搭配粉紅色的底色 所以說它配色上是非常搶眼 但是因為這種墨綠色呢 你們可以注意看它其實非常的顯白 你會發現這樣穿起來就是我的皮膚看起來會更白皙 所以它是有一點點小小作弊的效果 再來你們可以看它設計領頭是做比較這種開筋 有點像是睡衣的感覺 然後上面有做像小小的滾邊 所以我覺得它的細節都有顧到 然後因為它是有點微V領的 所以說是可以稍微修飾你的這個脖子這邊的線條 給你們近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是有一點點微斷面的感覺 但是它不是很滑的斷面 是稍微比較有點霧面的那種斷面質地 然後它雖然是長袖 但是這件非常的薄 昨天去拍穿大家說雖然天氣很熱 但是穿這件因為它夠薄 所以並不會讓我覺得到很悶熱 還是可以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怕曬的人很適合穿這種活長袖的上衣 那這件呢我是直接拿我衣櫃現有的牛仔短褲來做搭配 那如果你想要穿的比較復古可愛一點的感覺呢 我會建議你整件直接紮進去 然後拉出一點點衣服出來 就是讓你穿起來是有一點點高腰 那就比較能呈現那種復古的氛圍 再來第十件我要分享的是一件寬褲 那寬褲其實已經流行了還蠻多年的 但是我發現我竟然沒有這種駝色的寬褲 那因為我衣櫃已經都是黑白灰單寧 所以說我如果已經現有單品很滿意的話 我就會再去找尋一些可能是基本款單品 但是它顏色不一樣的 所以我逛上這件的時候我就 眼睛一亮就覺得它看起來搭配性也不錯 因為像你看它搭白色也非常的好看 那這件寬褲我收到的時候發現 它的材質是比較偏厚一點點的 所以我覺得它如果在台灣真正的夏天穿 應該是稍微有點厚 比較適合早春跟秋天穿 你們螢幕上應該可以感覺出來 它的質地是稍微比較厚一點點的 再來它的腰身是做這種彈性腰身 所以穿起來腰部的舒適度是沒有問題 然後兩邊側邊也都有這樣口袋的設計 那我身高160公分 這件穿起來的長度是會稍微有一點點肉腳踝的 這件本身的質料我覺得沒有什麼太難問題 其實它質感還蠻好的 但是我覺得它設計有個小缺點 是它的背後 它屁股的地方呢 它褲襠做的比較低 所以說如果你本身下半身是比較肉一點點 或者是像你腰間那個肉比較多的話 它沒有辦法去修飾你這邊的線條 就會讓你看起來這邊是有一點點放大的效果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所以這件我會比較建議 你本身腰間比較不會那麼寬 骨架不會那麼大 或是那麼肉的人去選購 那這件的搭配呢 我是直接選了一個白色的上衣 因為我第一眼就是想要拿它跟白色桌搭配 那上衣是這種簡單的一字領的荷葉邊的上衣 就是創造一點比較女人味的感覺 那我覺得它也很適合搭配簡單的白襯衫 或者是淺色的襯衫 然後再加一雙涼鞋 接下來第11件單品呢 是我身上的這件上衣 那這件上衣呢 它相比前面介紹的黑白這種 前面有綁帶的 它的材質稍微更厚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大概28度以下可以穿 就是再熱一點就不建議穿出門 因為它是稍微有一點厚度 那袖長的部分呢 我穿起來大概是七分袖到九分袖中間 那因為它有一點點做寬袖的設計 所以穿起來是有一點點可愛感覺的 再來它這一個綁帶前面這個挖洞呢 我覺得它的高度還蠻剛好 就是不會走光 然後稍微又有一點點小性感的感覺 再來它背面也同樣有做挖洞 但是背面挖洞稍微更大一點點 所以是可以露出一點背部線條的 接下來第12件單品呢 是一件黑色的綿褲 那它是做有點寬褲設計的 所以穿起來舒適度是非常高 就是不會到很貼身很緊繃的感覺 那如果你有在逛日子啊 或者是一些韓系網拍 就會發現今年也還蠻流行 這類型的運動褲 那它們不會只侷現在運動風的穿搭 它可能會搭一些比較小性感的短板上衣啊 或者是它可能會搭配一些尖頭鞋 高跟鞋等等去做有點衝突那種個性甜美混搭的感覺 那這件褲子呢 它是做彈性的鬆緊的腰身 前面的這個綁帶是有點絨布材質的 還蠻特別 再來它側邊的這一條白色的線呢 它是有一點也是絨布材質的 那這件寬度的長度其實是稍微有一點點偏長 就是我身高160穿平底鞋的話 它是非常接近地面的長度 所以說如果你身高稍微比我更矮一點的話 你可能要斟酌一下 那搭配的部分 我就直接拿這件白色上衣 然後前面微微的扎在這件褲子裡面 去做一個有點小運動風的感覺 那下半身我就直接搭一個愛迪達的球鞋 外面我造了一件丹尼外套 就是整件穿到我就是本來就打算要走一個運動風的感覺 但是這個運動風是比較有個性 然後比較跟以前就是純運動風的感覺不太一樣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種就是有一點帥氣的穿搭 所以如果你也很喜歡運動風 運動風的話 你不妨可以嘗試看看這種單品 好的 那衣服部分介紹完畢 這次我除了衣服之外 也買了一些小配件跟一些拍照的道具 第十三樣單品 我要分享的是手機殼 這個夏天看起來非常涼快的冰淇淋圖案 它是做這種透明設計 所以我手機本身是金色 它就會透出來 它上面的這個冰淇淋 它是完全平面沒有任何凸起來的 所以比較不用怕它可能會掉色或者是剝落的問題 再來它這個殼是有一點點這樣軟膠殼的設計 它這種軟膠殼啊 好處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稍微摔到 它是可以稍微去緩衝你的那個手機摔下去的力道 但是缺點就是因為它是半透明狀的嘛 所以它相對比較容易去卡灰塵 比較容易髒 但是你因為它是這種塑膠質地 你稍微可能用一些清潔產品用 它應該是可以清潔的掉的 這個手機殼我覺得它的圖案非常的可愛 接下來第十四樣單品呢 是一束繡球花 那你們知道我個人非常喜歡 就是PO一些IG的平拍照 所以我還蠻常在淘寶上找一些適合搭配的拍照道具 那這一束繡球花呢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白色的感覺 它搭配在雜誌或者是一些彩妝品上 又不會太過於搶走它們的風采 但是又有點適時裝飾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也很喜歡拍照的話 你就可以買一束這種假花來做搭配 再來第十五樣呢 我幫它找了一個家 是買了一個透明玻璃的花瓶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插上去 當作拍照的背景 那這個玻璃瓶設計非常簡單 它就是只有前面貼了一個 英文字樣的這個圖案 那你這樣圓圓擺著 就是你可以很適合 比如說前面放一些你重點想要拍的單品 然後這個當作背景去做裝飾 最後一樣單品呢 是拍照的背景卡片 然後我買的是這種五入一組的 它就是五張不同的圖案 讓你去做拍照的背景搭配 那我之前在Instagram的小技巧影片中 如果你們還沒看過我把影片放在上面 就是有分享說拍照其實背景也還蠻重要的 就是它的擺設 那這種平面呢 就是如果你雜誌已經拍膩了 你也不妨去買這種小卡片 去墊在產品的下面 然後去增加你整個畫面的豐富性 那因為它的圖案都非常的文青感 所以我覺得它怎樣拍都還蠻好看的 所以這幾樣是我這次新買的拍照道具們 好的那以上就是這次跟大家分享的十六樣戰利品們 希望影片不會太長 那如果你們喜歡看比較即時的穿搭 或是戰利品分享的話 歡迎就是可以來我的IG 我把我的帳號貼在這邊 歡迎最終我就是會有分享一些我的平拍 或者是私服穿搭等等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非常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